我作佛时,十方众生,闻我名号,至心信药。 所有善根,心心回向,愿生我国,乃至十念。 若不生者,不取正觉,为处忤逆,诽谤正法。 民国时期,浙江慈禧,有一位贫穷的妇女,不知她的姓氏。 家中很是贫穷,儿子不孝顺,常常骂她。 有一天,这位贫妇又被儿子骂了,心中非常痛苦难受。 于是就来到临近寺院,同一位僧人诉苦。 僧人说,既然你已经知道人世间的苦,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苦卖掉呢? 贫妇问道,怎么样才可以把苦卖掉呢? 僧人说,你只要一心一意地念阿弥陀佛,求愿望生西方净土。 在你临命中的时候,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你去西方极乐世界。 到了那里,你就可以永远地脱离痛苦,而只有快乐。 这样就是把苦卖掉了,夫人说,我和儿子共同住在一间房里,床和灶也都在一个屋子里,而且床下还是猪圈。 这样邀遢,怎么能念佛呢? 僧人说,没有关系,你在家时只管照常念佛。 如果空闲时,还可以来寺内拜佛。 贫妇于是就照着僧人的话这样做了。 由于他一心一意地向求出离痛苦,所以他念佛从不间断。 佛,佛,阿弥陀佛。 两三年后,在他快要临终前的几个月,他就知道自己要走了,并事先给他儿子说, 到了某月的某一天,我就要往生西方净土,你不要外出,应当为我料理后事,以尽你作为儿子的本分。 但是,他儿子根本不相信,没过多久,这位贫妇把这个话又说了一遍。 后来,到了临近期限的前几天,他的儿子忽然闻到奇异的香味扑鼻而来, 却不知这香味是从哪里来的,到处寻找,也不见有燃香的地方。 他这才回想起之前母亲的话,难道母亲说的是真的? 于是到了这一天,他就老老实实地在家中守候。 结果,只见他母亲沐浴清洁,穿上了干净的衣服, 然后就真的端端正正地坐着往生了。 这是发生在民国十年前后的事情。 这样的一位贫穷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, 念了几年的佛,就能够预知实质,先发出奇异的香味, 然后就能够安详地坐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由此可见,净土法门真的是没有人不能修成功的。 在佛顶时,轻而听到定法师说的, 可惜当时没有详细询问他的姓氏年月, 德森记。 我们在讲习多次地说过, 这都不是假的。 八苦交间我们都能灭除, 这是了不得, 真正是离苦得乐。 不要说将来往生西方离苦得乐, 现在就离苦得乐。 所以,真正念佛人, 不老,不病,不死, 可以做得到的。 往生的时候清清楚楚, 明明白白, 欲知实质, 没有病苦, 走的时候如入禅地, 这就没死苦, 走的时候不生病。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, 他们都能做到。 我们要去想一想, 他为什么能做到。 也有不少人, 他虽然念佛, 他没做到。 你仔细观察, 他为什么没做到。 如果我们自己观察明白了, 把不能做到的原因消除, 我们学习那些能做到的人, 我们也就行了, 也就成功了。 凡是能做得到的, 必然是百分之百依教奉行, 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。 我们为什么不娶, 为什么不要? 人所以讲觉悟, 他觉悟什么? 就是觉悟这一点, 这才叫真正觉悟, 彻底的觉悟了, 这就是智慧。 觉悟的人有智慧, 他能够选择, 在一切法门里面, 选择最殊胜的法门, 选择第一法门。 上境下空老法师, 阿弥陀经书抄演绎, 第111集, 1984年12月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